記者 李宗盛 就快到感恩節的長周末 機場的旅客都抱怨 要排隊2小時才能通過部安檢查 而安檢之後還要到海關過關的旅客 等候的時間就更加長 機場當局已經敦促 由第一客運大樓出發的旅客 提前確認航班時間 並且盡早到機場辦理手續 大多人多機場管理局證實 受到安檢人員放慢工作速度的影響 有十幾艘國內航線和飛往美國的航班延誤 機場管理局和加拿大航空公司 已經調派更多人手 切發減少排隊的人數 機場安檢人員所屬的公司表示 員工是不滿他們的工作時間被更改 而故意放慢安檢的速度 導致旅客排隊和航班延誤 ROW TV 雷智日報道